好 最近市面上有卖一种圆圆的蘑菇头爆米花 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很多消费者买来玉米粒自己回家爆 但怎么弄呢 就爆不出这么可爱的形状 到底秘诀是什么 业者今天大方公布 说关键在于火候和器材 小冬现场爆米花 请教授有特殊蘑菇头爆米花的香脆口感 那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蘑菇头爆米花 在家里要DIY 需要讲点技巧的 加入植物油爆米花还有糖 业者专卖蘑菇头爆米花 为了这可爱的球体形状 强调一定要手工拌炒 但却有民众遇到难题了 在卖场买了蘑菇头玉米粒 回家DIY却怎么样都炒不出可爱模样 让他在网路上po出影片 抱怨半颗蘑菇头都没有 是跑到哪里去啦 消费者爆比较美 就是说当然他的器具 器具圈得到他可能就是一般炒锅的温度啦 卖出这包蘑菇头玉米粒的业者表示 温度器材都会影响 但比较一下民众自拍影片和教学版本 火候控制小火配备家用锅铲 但一个是仙炒再盖盖子 另一个是盖着锅盖翻炒 技巧上看来都一样 但完成度似乎差很大 而询问手工爆米花业者 经验谈想爆出蘑菇球形 的确不容易啊 那个火候不够的话 那个表太低的话就是爆不漂亮 业者说爆米花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蝴蝶状爆米花 也就是俗称的popcorn 另一种呈现圆圆的球体 品种叫做cattle corn 一样都是爆米花 但口感不一样 它吃起来会稍微比较松脆一点点 很可爱啊 这个 就是因为这种蘑菇头爆米花 外形可爱 吃起来松脆不易粘牙 在台湾受到不少消费者爱戴 但如果真想在家DIY 爆出这种普鲁籍的爆米花 恐怕还是要再连一下 中期新闻 廖瑞公寓的台中报道